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繼續回到要塞塞英台直播環節 來到問答的時間 這次的嘉賓是我們的事務總監 亦是大家熟悉的亞太區首席分析師 就是郭Sir、郭獅子 早安 郭Sir 早安 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看看他們有甚麼問題問我們 電話旁邊有黃先生 黃先生 早安 你好 有甚麼問題問郭Sir 2382的信譽光學 我沒有過 甚麼卡位可以入 好 信譽光學科技 2382 現時這一刻 主席iPhone7發布 相關手機設備股 都有些反應 現時這一刻 升了2% 40.6% 股價方面 之前來講 已經衝高過 創了52週新高 破頂了 最近來講 稍有回落 現時碰一碰 住過20天線 在這個時候 沒有貨 好不好買呢 郭Sir 其實 有少少 技術上的勢頭 輕輕轉弱了 是 因為一個禮拜低位 是39.1% 不要介意 少少的反覆 因為整個大市 我現在搞不清楚 到底這個升浪 是否見到頂 因為現在這一刻 指數 今天就高些 明天就高些 那你真是欲罷不能 那當然知道 如果大市 一旦進入一個 中期升後的技術調整 幅度是會深些些的 但問題現在這一刻 還未見到 二三八二有一點要留意 今天和昨天的走勢 技術上輕輕跌穿10篇 和觸及20篇的支持 如果一旦失手 另一個防守性據點 將會退手到大於37元左右 下一點當然是50篇線 但我自己現在這一分鐘 就未能夠太過肯定 它已經是一個整固 已經告一段落 因為你十二十天線 如果在收市那刻 正式失手的話 那就是它會進入一個 正常的消化和整固 因為整個走勢的起步點 我想都應該看回頭 大概是早前的24或25元左右 事實上去到7月份 仍然是27、8元而已 近日的高位已經升了不少 好嗎 先等一等 如果真的等不到 你又看中期後市 現在只能夠買少許來搜門口 股價如果再下跌 當然好 分階段慢慢買 我的看法暫時來說就是這樣 好 行不行 黃先生 是 好 清楚了 好 下次再談過了 拜拜 轉聽下一位 今次電話旁邊有邱先生 邱先生你好 是 大聲一點 聽得不清楚 你好 我問問 那是3699 私有化的 變成 證券公司 它就說要簽一張錢給它 如果不簽給它 到時 如果有什麼損失 證券公司就不會負責 我想問問過去 如果簽和不簽 如果不簽 到時有什麼損失 其實很難說有什麼損失 因為一般來說 私有化 如果你是同意的話 都應該簽一簽 就接受了私有化 因為要投票 其實這麼大型的私有化 大股東不可以投票 一定是小股東去投票 如果你不表態 或者你反對的話 如果去到89.9999票 剛好就欠你的一票 不能夠通過 那當然會損失 沒有52個多人的私有化 一跌跌到40元 或者40多元的話 損失當然是比較明顯 所以我覺得應該這樣看法 如果你是接受私有化 你應該是簽名的 證券公司也會代你 去投一個接受的票 如果你不簽的 就是你反對 你反對的 到時就數人頭 不要緊的 你反對了 都有90%以上的贊成 照樣通過 但如果剛好 真的欠你的一票 通過不了 那就麻煩了 齊齊都不能過堂 到其時開出來 50又行 49又行 因為現在這分鐘 有私有化的價格 放在那裡 股價相對比較硬 就算那市 不要說升多少 跌到500點 600點 它仍然是這個價格 但如果你說 一旦私有化失敗了 或者告終的話 無效的計算 不要說失敗 是無效的話 股價可以升到60 同樣可以跌到40 你要明白這個道理 你知不接受私有化 你接受的 就簽名 如果你覺得你不接受 你不同意的話 你就不要簽 不過 一旦私有化的協議 或者那個方案 是取消 或者無效的話 股價升跌 這個就不知道了 跌下來 損失的 當然就是你自己 明白了嗎 好 清不清晰 邱先生 不是 它已經是通過了 是通過了 市有化 但是問題是 政府公司寄了一張東西給我 讓我簽一張紙給它 小時候我都同意 是啊 你同意 其實如果是通過了 已經變成無條件的話 就算你是 同意不同意也好 它都是通過了 都是通過了 只不過就是 你既然是接受了 那你就簽個名字給它 不需要那麼頭痛 是不是 那你不簽都可以 都不要緊要 其實都沒有什麼損失的了 因為日後 如果這個股份是除牌的話 那你那個股份 放在證明公司 證明公司也都會 接受私有化 因為已經超過80% 90%接受私有化 最好就是簽了 你簽和不簽 對你來說都沒有什麼影響性 為什麼不簽呢 是啊 大股東方面提出 每股的52.8%的價格 進行私有化 你看到私有化價格 其實差不多 現時在做52.6% 跌一毫 希望都能幫到你了 邱先生有沒有其他股份想問 沒有幫你 我想問多謝 那個有線是1097 我也有貨 我有貨 什麼價格有貨 這個五毫六 五毫六 五毫六 是 恭喜你了 都賺了不少 現時這一刻 正在做九毫六指 升一百分之一 想找他去沽還是怎樣 我想問郭Sir 有沒有機會還可以升呢 好 有沒有機會再升呢 見到連升兩日 今天更加是破了52週新高 算不算是一個大突破 那現在可以繼續上升呢 很難的 你連無線的 盈利都下放了 你有線 我講業績沒有太大的憧憬 不過你可以 放一個紙站位 在九毫子 看看有沒有機會上升一元 或者多一點 其實沒有太大的憧憬 真的完全沒有 以公司現在市值19億來講 就要看你年度廣告收益 各方面有多少 但我看下去 其實他都沒有市盈率 即是沒有錢賺 只是純粹投機 純粹投機 就放下紙站位 在九毫子座向上望 我又沒有太大的憧憬 不過你都好 五毫子買1097 拿到九毫幾一元 其實都算你有眼光有本事 有足夠的持貨能耐 值得一讚 好 希望都幫到這位邀先生 跟著就和郭Sir看看大事方面的表現 現時恒指正在升75點 正在做23817點 至於國企指數方面 暫時正在升23點 最新報9994點 大事成交方面有371億多 至於期指正在升105點 最新報23764點 低水55點 成交欄方面有36000多張 內地股市方面 暫時就有個別發展 半天的情況 上正都是跌1點不夠 依然都是債幅上落 現在墜3091點 深正城指 升4點 報10843點 互心300指數 跌4點 報3336點 和大家順便跟進一下 藍籌股現在這一刻的最新表現 回控 回控升1毫 最新報59.15 至於中移動 升8毫報95.25 內銀股依然靠穩 建行繼續升3先報6.04 工商銀行升2先報5.08 中國銀行升1先報3.71 港交所升8毫報198.8 國銹繼續升1%報20.35 有幫保險升2毫半指報51.05 騰訊控股繼續向上升1.4 報214.6 金沙中國稍有回調 跌2毫報32.85 再看本地地產股 見到美國方面的加息 預期稍有降溫 由資金再次追捧 本地地產股 再看長和 現時升1毫報102.2 新行基地產升超過1%報119.8 九龍倉升5毫報55.85 至於內房股方面 見到受著相關抑制炒風消息 見到股價稍有售額 中海外跌超過2%報26.6 華潤置地報23元跌超過1% 石油石化股跟隨過國際油價靠穩 見到現時中海油升4先報9.64 中石油升1先報5.24 中石化升2先報5.72 崑林能源繼續靠穩升4先報5.81 至於中國神華稍微跌1%左右 煲14.2 謝謝郭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有另一節就是問答環節 如果大家還想問郭Sir股票問題的話 現在就打電話來204-6566 或者將相關問題電郵去到 ask at bschannel.com